網上正在保存一張澳車北上指示牌的照片 那是不是意味著澳門車終於可以開出大陸呢 那如果澳門車能開出大陸 對樓市又會有什麼影響呢 歡迎收看樓市指日生 每個星期和你分享一則有用的樓市知識 相信很多人和我想法一樣 就搞不明白為什麼粵港澳三地是同一個國家 為什麼又要搞什麼粵港牌、粵澳牌、港澳牌這麼麻煩呢 就好像馬來西亞和新加坡 兩個不同國家 但是車都可以自由通行 不用搞什麼兩地牌、三地牌這麼麻煩 其實交通好,經濟就可以有效地拉動 正所謂勞通財通 千呼萬喚終於有突破了 日前在這個立法會質詢時 我們的保安司市長黃少爺就說 澳車北上工作已經進行九九十 欠在一個合適的時間公佈 我們根據現在已知的資料 做了一個簡單的歸納 跟大家分享澳車北上的最新進展動情況 第一,澳車北上只可以經港珠澳大橋口案出入 而且不會設配額限制 不會限制有多少車可以通行 第二,到時將會在網上進行澳車北上申請 而有關申請都會定時定後 一批一批開放 每次開放都會設有數量限制 第一,申請人要先到先得 首快有十萬毫 第三,申請人必須年滿18歲 有大陸、澳門兩地的駕駛執照 同時也要幫車輛購買大陸方面的保險 第四,港車北上的計劃 同時也會透過港珠澳大橋入境廣東 預計港澳車輛北上 將會在同一時間公佈 總結一下 基本上你考助大陸駕駛執照 就可以申請澳車北上去廣東省玩 無論你是香港或澳門都需要經過 港珠澳大橋入境廣東 而入境廣東第一站自然就是珠海 按照這樣推算,珠海應該是最受惠的城市 而港澳車輛湧入後 一定會帶往珠海的餐飲、零售和商業投資 甚至進一步推高珠海的樓價 珠海的樓價一直屬於低水 市區的赤價大概三四千元就有了 西區都是兩千出頭 比澳門和香港的樓價都要低上一大折 所以手上有多餘資金 又想投資的朋友 相信珠海會是你一個很好的選擇 延歸正傳 這次澳門車終於可以衝出澳門 真正 不過什麼時候才會公佈 會不會拖拖拖拖一年 政府之前表示過 其實相關工作做得久久十三 基本上都沒問題 只差一個合適的時間公佈 什麼為之合適時間呢 其實還需要越港澳三個政府進行一個協商 和中央政府額頭才可以去馬 我覺得不耐乎是有三個時間點 是會進行這個澳車北上的公佈 第一個時間就是澳門的回歸日 就好像中央送了一份生日禮物給澳門 但感覺香港那裡太好打念他們 第二個時間段有可能就是2022年的1月1日 在於統計方面 譬如說統計車流量 客流量方面 都是相對比較好的一個時間節點 而第三個可能的時間節點 就有可能是農曆新年之前 農曆新年之前大家一起團圓 都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公佈的時機 不會好像送禮給澳門 不顧香港感受香港做了賠償的感覺 那麼快節目又來到尾聲了 各位觀眾朋友都問你們了 那你們覺得澳車北上會是我說的以上哪個時間點進行公佈呢 不妨在我們YouTube頻道上盡量投票 大家猜猜是哪個時間 最後如果覺得我們節目不錯的朋友 千萬不要輪迫你們的like 按一下like支持一下我們 也不要忘記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跟追蹤我們Facebook專頁 同時我們的微信應用號也已經開通了 多多支持我們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我們的專頁Youtube頻道和微信應用號 好了